我還趴下 趴下就有點趴下 趴在後面幹嘛 哈囉大家好我是拿鐵家 玩的是Arena Breakout 暗區突威 今天要分享的是前線要塞這張地圖 要如何順利的撤離 前線要塞這張地圖比較特別的是 它本身就是封鎖區 所以它沒有辦法選出一般的模式進去 帶路要求的話要帶八萬的裝備進去 每次進去要消耗一萬兩千的科恩幣 然後這張地圖難易度比較高 建議新手玩家先看完這集後 再決定要不要去挑戰 前線要塞這張地圖算是比較小這樣的地圖 不會像是山谷或是北部山區 地圖那麼大一張 所以玩家會非常容易遇到 裡面的AI的遊蕩者會非常的強 因為他們的裝備都很好 在槍法會特別準 他只要開槍你的四肢就會損傷 或者是直接收掉你了 所以說這張地圖玩家要非常小心 就是遊蕩者 遊蕩者是非常的兇的 這張地圖也是很多玩家稱為 很好進去可是很難出來 主要是他的撤離點比較麻煩 因為需要從下面這個前線要塞 這個圈圈的地方 找到一個開關 開關打開後 才有辦法順利打開撤離點 撤離點都有時間限制 像我現在這邊有圖片有拍照 可以看到雷達戰會有一個撤離時間 你需要在撤離時間內 趕快撤離 如果太晚的話 他的撤離點就會關起來 要重新找那個開關 去開啟撤離點 所以說很多玩家會守在雷達戰這個地方 架狙擊槍 然後去打所有區塊的玩家 只要你想從前線要塞出來了 可能就被狙擊 所以說很多玩家會守在雷達戰這邊 去撐時間 撐到最後幾分鐘去抓 玩家拿滿裝備出來後 直接撿屍體 所以非常的壞 所以我們如果經過雷達戰要小心 因為這個上面通常會有玩家架槍 然後前線要塞這個地方 就是變成說要有人進去 去開開關 其他玩家才有辦法逃生 所以你也可以等到其他玩家打開開關後 你再趕快去撤離 這也是一個方法 可是就要讀說 有沒有去開 如果最後沒有玩家去開了 那你時間來不及出去的話 也會算撤離失敗 這張地圖比較麻煩在這邊 所以我會推薦 可以走四號這個出口 四號這個出口 它的條件就是 不要帶背包 你就可以出去了 然後再來之前區塊的話 不用說了 這張地圖如果有玩過的玩家 應該都知道 任何的抽屜 或背包 或衣服 都會有很高的機率 可以收到鑰匙 跟很高的物資 基本上是紫色跟金色 很常出 只是有些物件真的比較重 所以說你們在拿的時候 要思考一下要不要拿 因為隨便撿一下就負重了 所以很多的兌換物品 都會在這張地圖拿到 這張地圖也是我目前玩 發現是資源最豐富的 也是因為 我們要拿八萬的裝備進去 所以你擊殺敵人 基本上就可以撿八萬的裝備了 每次進去要一萬二 所以你的成本就要九萬二 才有辦法玩這張地圖 所以這張地圖 我會建議新手時期先不要玩 因為你先熟悉這個遊戲 再來玩專體會比較好 我的配裝方式跟大家分享 因為我剛剛講到 4號的撤離點是 不要背包可以出去 我就直接買一個比較大的蛋挂 這個蛋挂的容量是24格 有8格可以放4格的東西 如果你今天有撿到一些 比較金色或紫色的資源的話 一樣是可以帶走 可以在市場這邊找到 這個的話呢 他是最貴的 因為你帶背包的話 不能出去 那我不如不要帶背包 要背包我進去裡面撿 如果可以撤離的話呢 我就點遊蕩者的背包 或者是點其他隊伍特遣隊員的背包 出去就好了 有狀況的話呢 我就直接把東西放到胸掛 再來就是保險箱帶出去 指望關的耳機是一定要帶 要聽聲紋 只要聽到聲紋 基本上就要交戰啦 頭盔的部分呢 一定是要帶到4級以上 然後加個罩子 防裝的部分呢 至少要穿4級以上 然後也要撐到8萬嘛 建議一個平民槍不用怕噴掉 SKS這把 可以到軍港那張地圖去刷人機 非常會噴SKS 而且他在附背鏡 主要是改效應啦 然後加一些配件 讓他超過8萬的金額啊 子彈的話呢 就很重要 我子彈搭配的是這一個 4級子彈啊 市場這邊買的話呢 10顆就要5040了 40顆的話呢 就要2萬多啊 主要是穿透能力比較高啦 所以說看個人搭配啦 3級的話呢 穿透是33 4級的話 穿透有到45 因為我剛有講 防裝大家玩家都很高 所以說我有遇到 活人的時候 我也是有試過一槍爆頭啊 用金色子彈是沒問題的 接下來就是安全箱的部分 安全箱要看 自己有沒有課金啊 或者是你有沒有 就是遊戲裡面的活動呢 拿到適用的機會啊 你就可以開起來 因為安全箱非常重要 把重要都放裡面 重點是要可以撤離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撿一堆東西 然後背包滿滿的 那撤離不了呢 那你東西也帶不出來 就是會算是挑戰失敗 接下來呢就來分享一下 實戰的畫面吧 好這場野配隊友來玩 前線要塞 來跟大家分享如何撤離啊 先看一下我們位置在哪裡 在右下角 然後左邊有一個4號嘛 這個條件就是 你未裝備背包時可以撤離啊 然後下面這個地方就是最重要 有一個 電閘 要把它打開 打開後呢 其他123才有辦法 出去喔 升到我公公 這是活動的遊蕩者 他防裝也很厚 欸倒了 某閘門電動機在1分40秒通電 現在有看到槍點 前面是加油站 這張地圖很重要就是你先探 欸有看到人 活人 哇塞 哇 他跑超快欸 他直接跳過那個 圍牆欸 怎麼那麼帥啊 哇 被抓快跑 天啊 我手跟腳受傷了 我連敵人都沒看到我就直接被打到了 這張地圖的遊蕩者很準啊 隨便都可以吸殺玩家啊 我現在玩封鎖去都拿狙擊槍啊 我們不要近戰打 就打遠距離的 只要看到升文靠近就要跑 3號衝進去了 太猛了 我們去支援他一下好了 我基本上封鎖就打遠 比較不會死掉 升文靠近就跑 如果是AI的話就直接打 活人化都遠程收掉啊 有升文 欸看到人了 等掉 隊友死掉了 剩兩個人 我們先走吧 就一個敵人 OK 一發爆頭 如果防裝很高 打腳就可以啊 可是打腳有時候我覺得要打很多發 爆頭有時候一發就解決了 AK70N 我通常就是拿狙擊進來 然後撿一把布槍出去 先喝個飲料 這沒好東西 沒出鑰匙 這場運氣比較不好 喔 有人 躲石頭厚 這應該有盪者 OK 打他的腳 打他的腳 再打五發 外套就被收過了 OK 有這樣子 阿 他的裝備沒什麼 這場比較衰欸 欸 有人開那個 電動機 1分40秒後會供電 這時候我們就可以往撤離營走了 前面右邊有一個撤離點 綠色的 亮起來了 大概五分鐘可以逃跑 中間的頂雷達上應該有人 有些會守雷達戰 哇 這邊好多人喔 火人還是電腦 看一下 超人 哇 趴下了 趴下就永遠趴下了 欸隊友是不是沒幫到忙 他趴在後面幹嘛 欸隊友 你知道 幫個忙啊 他就給我趴著欸 這敵人如果衝過來 他就直接去了欸 有沒有 他有一隻啊 所以應該也是 有這樣子喔 哇哇哇 他會蹲 這個裝備應該不錯 很好 隊友你現在才看頭 這個區塊前面要小心 如果要過去開閘門 會經過這裡 雷達在正中間 2號跟3號可以撤離 我們直接撿屍體出去就好了 有時候如果沒有收到高等支援 我建議大家不要練戰 拿裝備也是可以 因為裝備防裝我還蠻好賣的 然後槍枝拆一拆 都還蠻好賣的 欸這個15000 6000 OK 喔 START 水 換 分解後有些部件是比較貴的 好多衣服 他這防彈衣很棒欸 像我們現在離撤鏈很近 就不用管重量了 撤鏈到後面 15000 下面有個野戰包 哇 超大 直接換過來 OKOKOK 可以可以可以 這就是我說為什麼不用帶背包 直接撿敵人比較快啊 因為自己帶你如果 撿太多你也帶不走 不如撿敵人了 如果能撤離就 就帶背包撤離 如果不能的話呢 就把背包丟了 因為從中間去開閘門 如果敵人龜典 雷達在那邊 太多龜兵了 狙擊槍真的很多 我們可以直接撤喔 最後應該去賺了 小跟班 沒有搬到什麼忙 我根本在保護他嘛 好啦給他一個讚啊 撤離點的部分 就是如果有玩家去開閘門 你就趕快到撤離點去蹲啊 如果沒有人呢 去開撤離點的閘門 然後你又想跑 那就去4號 這場的售後是11萬 因為我沒有帶背包進來 就撿一個背包出去 殺了8個遊蕩者 那有兩個隊友呢 不幸正玩啊 他們是直接往中間下面跑 就會被人家堵住 直接死掉啊 那一開始就直接往內衝欸 基本上我是建議大家可以蹲雷達站 那如果可以搶下來的話 很好去收下方那個區塊出來的人 這場沒有撿得很好 上一場撿到二三十萬 就有撿到鑰匙啊 然後這張地圖我會建議大家可以玩遠程啊 遠程是蠻吃香的 然後通常你的隊友可能會配步槍的 因為這遊戲 拿步槍跟衝動槍玩家蠻多的 然後我就是配狙擊槍 這樣子互相搭配型還不錯 然後我可以打遠程 然後隊友可能在後面 幫我掩護有沒有人靠近 這樣都是很好的方法 好今天就分享到這裡 如果任何想法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後面分享這個遊戲更多的攻略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也謝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影片見囉 掰掰